AVITA 哈囉大家好 我是AVITA 首先就是我在剛開始出社會的時候 就是可能對出社會多少都有點嚮往 但是希望可以活在父母的期待裡面 就是畢竟我自己是長女老弟妹在 所以我會覺得,我跟他所合在某個期待裡面,我不應該就只是這樣 所以我選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是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總經理助理 然後助理就是幾乎什麼都要做,然後每天上班其實都一樣 到去年參加了一場朋友的音樂會,然後他給我一個很不一樣的轉折 就是他也是上班族,然後去嘗試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出了這本書,用為期短短半年的時間 包括就是進行分享會 然後因為其實我先講了我的平凡好了 因為我其實跟大家沒有什麼兩樣,就是我是處於那種很迷惘的人 就是我而且有這種三分鐘樂度,我不是一個很有毅力說堅持到底就堅持到底 我可能就是覺得累了就是時候該放棄的那一種 所以在這些過程,尤其是下定決心去出一本書的時候 我也懷疑過自己說,我這樣是正確的嗎? 因為其實我一路以下來,就是我的父母是反對我出書的 當然出書之後,就會有讓我一個就是感想 就是他,因為那時候我很想堅持我自己的信念 可是又不想違背我父母的期待 可是會有發現,可能一直以來我想要去的都不是遠方 而是可以讓我堅持信念的地方 因為如果 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成為我想要改變的樣子 就像是我前面有提到的Big Change 如果這可以實施在我的日常生活裡面 它只是我的每一天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在這短短半年的籌備,我是自己投資出這本書 然後我一家一家出版社去談 我就跟出版社說,我現在資金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是要這麼做 我就是要出什麼樣的書 可是其實一開始我並沒有想要露臉 畢竟因為我父母反對 我想要就是 偷偷來偷偷做 然後不打算告訴我的父母 可是因為後來越做越大 到跟出版社談定之後 我才開始敢跟生命的人說 我要預備成書了 我要辦分享會 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我必須開始在公開的場合裡面宣傳我自己 宣傳我的書 我必須去 嗯 去嘗試就是像拍宣傳影片 然後拍宣傳的照片 然後在公開的場合跟大家 聊聊我自己的書 然後我自己其實在長大之後 是一個很內向 很不擅長跟別人相處的人 比起以前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大大大 可是到現在因為 大家也知道你出去之後你久了 會想要採眼觀色 你會想要確定這個人是不是願意一直維持對你的友善 或是說你會不會說出什麼話 然後不小心得罪對方 可是其實你並不是這個意思 在長大之後多少的衡量裡面 我們就會慢慢失去掉自己很多好的部分 可是後來 就是成功辦了分享會之後 就是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前面先起就是找了一批 可以協助我幕後全部流程的朋友 包括幫我拍宣傳影片宣傳照 到 就是設計我書的封面 所以書的封面從外到內 都是我自己親自參與設計監督 包括任何的校樂 每字每句 都是我跟書版社說 我就是要使用這樣的字句 即便他跟我說我在調整點什麼 但要調整成什麼樣子 我要自己決定 到就是那天來的時候 其實意外的還蠻多人 我還有一個就是西班牙朋友 就是之後我終於要完成這個夢想的時候 他也特地重新就是西班牙飛來 所以 其實那時候那天是比遇上了 就是來的多人 而且那天我還有就是想要發表自己的創作歌曲 然後那天我是預計只有20個人會來吧 然後我就跟我的吉他手說 如果那些羅倫太少的話 你可不可以躺在我前面 就是幫我佔個空間啊 不要就是讓場地看起來很空曠 不過意外的就是 還蠻多人都願意就是 在我很任性的說我要做這件事情 即便他不一定會有什麼樣的成果 但我還是就是可以很開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這期間我還是一樣 照常上班下班 就處理客戶的任何問題 而且客戶的這種C12點 想到很需要的時候就會找你 然後你也必須使命必達的去完成 就是客戶的每個要求 然後在這個分享會裡面 其實做這個嘗試很像我的一個人生的篩 他篩選了我的價值觀 然後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圈 你會慢慢開始去分辨 因為當你開始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跟你的朋友就會開始區別出來 這個人是真心支持你 並且願意跟你一起變好的人 或是這個人只是願意出一張嘴 然後就說喔好我支持你 你就這樣吧 而且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很多人都會懷疑我說 你是不是為了想要出名 是為了名利 又為了賺錢 你才要出書 你就是想要露臉 可是其實當初這一切的預想 到現在一路走來 就是我可能後來又接了一些不一樣的活動 都是新的一些開始跟挑戰 對我來說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這些過程裡面 他會篩選出把好的一些支持我的人留下來 然後讓我自己在心裡上會有不一樣的突破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還是覺得說 如果對自己的生活有執念的話 即便不用先吃掉工作 你可以用一天一天一滴一滴的累積去做你們喜歡的事情 然後最後就是我覺得 或許會始終迷惘 可是我相信人都會在迷惘的時候發現 你自己最想要堅持的事情 因為其實即便我完成這麼多 就是一點點小步驟 是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那我還是一直處於在一個很迷惘的階段 我可能沒有辦法在其他公眾的分享會裡面 就是跟大家說 就是人就是要多堅定 所以你們才有辦法走出自己的天下 可我覺得人本來就是一個很容易迷惘的生物 就你沒有辦法否決掉你 可能會否決自己或是負面的任何行為 但這個世界就要太少了 我們如何去面對失敗 因為大家都會問你說 那如果有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失敗怎麼辦 可我覺得失敗就是失敗 這也是一個結果 至少你已經去做這件事情 你努力了 而且你可以再做第二集 你一定會有機會 就是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 最後我想要再分享 我接下來的下一個挑戰 因為我之前有自己會在唱唱 就是自己的歌 然後跟我的吉他手機 就是分享會 原班的工作人馬 再加上之前在焦點台北 認識的一些新朋友 我們要舉辦一個 就是 算是分享會的嘉應場 可是變成是好友的音樂會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就是 夠一下 就是一起玩 來玩爽 然後 這場音樂會我想要表達的 其實就是 我是希望可以提醒我身邊的朋友 或是來參與音樂會的人 不要忘記 就是你自己 熱愛生活的那個樣子 就是你不可以 因為 現實這樣 然後你妥協了 然後你選擇了麻痺 因為其實人生 真的很不好講 可能短 也可能很長 所以 在這之前 至少你每天都是一直在做 你喜歡的自己 而不是 一直在 妥協說 你就是 因為要符合那些期待 所以你要放棄你自己的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音樂會我想要 喚醒 或是一直提醒 然後裡面 就那天會有準備一個 小禮物 就是希望 來參加的人 不是只有 來聽音樂會而已 他可以帶點什麼 然後大家回歸他的正常 生活之後 可以就是 有感受到一些 就是 力量 可以繼續往前走 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還有兩分鐘 其實 中正有個小故事是 其實我的吉他手 是我的 就是高同學 可是我樂器其實很爛 然後就是 我也是那種 唱唱 然後自己寫歌詞 自己開心的那一種 然後 我吉他手 他還沒有這麼強的時候 他在高中的時候 就告訴我說 如果以後我變強 然後你還沒有放棄這個夢想的話 那我就幫你把歌都譜起來 就是讓他完整 所以後來在我們出社會後 再相遇 我就跟他講說 欸我還沒有放棄這件事情 就是 能不能陪我一起完成 他那時候只一不容辭從 珍想會 那時候有用 補首歌去分享我的 就是 五個章節故事 包含到 就是 這次音樂會 我也會就是唱自己的 就是自創曲 這樣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Vita OK 所以我們